可是劉伟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马总统冲得很凶 记者会从你说上一次 尤其上个礼拜六直接讲说 我有干涉检调 我就退出总统大选 一直到昨天记者会直接呛说 我愿意接受你们大家提问 要凸显小音乐 他最近的动作好大 从关系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显然他有莫名的那种自信 莫名的自信 那这个自信一定来自操盘的人 放心 第一个 我们宇昌案了 还有会一枪毙命的地方 第二个 你只要把复邦案你讲了 讲完以后就抓蔡英文不敢 这个公开说清楚的这种缺点 我就赢了 所以你看他几个动作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在辩论那天他就独独 所有他词意的地方都讲了 独独不敢讲这个复邦案的事情 不不 不敢讲那个真正现金的事情 可现在他对自己的真正现金还是有疑问 他后来不是开说一千五百万 他说没有 后来讲 当天他可以说对他不利的事情 他都巨细迷移都来说清楚 可在辩论那天之后这一点不敢讲 你觉得他是不敢讲 我觉得他不敢讲 不敢讲 他只有第二天就出来讲 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 政治现金有罪吗 没有罪啦 连我们的刘亦宗都说 超收政治现金的额度到最上线 四一七千块以上 记者问他说 中学会的副主委刘副主委 请问如果政治现金超过你说的最高线的话 有没有罚则没有 那代表什么 政治现金没有罪嘛 那收政治现金有什么怕什么 这个马英九会不是没 他和他的团队不是没收过政治现金呢 对不对 我听过几千几亿的很多嘛 这没有什么 每个候选人都收过啊 他怕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要讲小心一点 不会啦 我是关系的 你来源一直在竖着耳朵听 对对对对对 他在竖着耳朵听 那你再讲吗 对我要提醒点 你如果在不时的 什么叫不时 你要只控我 你说我不时我就 你现在不要这样比我 比我就是在比你自己 我怎么比你自己 我的意思说你不时的内容的坛数 这样是不可以的 你千万不要 你要说你假如你要负责任 这个我会接受 你要说你错了不时的 我怎么不时 我那个朋友是假人吗 他负的是伟超吗 这不是嘛 人家负的真超嘛 那如果委员你在这个节目 再这样子 昨天你在节目已经陈述过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对你 采取一切保抉的 我现在都我在讲 那你就要插嘴 我就一开始就讲嘛 我一开始就帮你们脱罪了嘛 就算你说一百亿的 政治现金也没有罪嘛 你紧张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这我们不是紧张啊 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重点 我现在只有一个重点了 不要当伪君子啦 真的 过去大家都把他当了圣人 都把他造神 把他一旧造神 造到哎哟 圣人 所以我说实话 有时候到警察官去 到法官去啊 都可以放他一码嘛 第一个有关于政治现金的部分 在辩论完以后 会后的记者会 他已经清清白白 清清楚楚 已经跟媒体朋友做一个解释 可能是刘委员你自己没有看到 而且在政治现金的部分 蔡明庄讲得很清楚啊 尤其是她的爸爸蔡万财 她在二次金改的法院里面 讲说马英九据收1500万 这是第一点回应 第二点我们真的认为 你讲话要为你自己的话负责 昨天你在下一个节目的时候 你已经这样的一个 至少认为我认为 你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内容 就做不实内容的一个传递 一个传递啦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应该 那对于你自己所讲的话 你也必须要负到你法律的责任 欢迎来告 OK 那我们就告你 第一点欢迎来告 欢迎来告 而且我会提出叫做诬告 多少钱的政治现金 我就要你们赔我多少钱 而且我还要再 欢迎来告 你赶快去问 问他的助理 如果有收过人家政治现金 我现在不要讲多少钱 数字都不要讲 如果收过人家一块钱 就赶快就来承认吧 我觉得你真的是恶意栽账 不会恶意栽账 尤其是刚刚讲到特别费的部分 而且我跟你讲过 收了政治现金有什么罪呢 刘益中副主委都说 收政治现金没有罪嘛 你要紧张什么 你讲的是讲千万亿耶 那跟一般政治现金是不一样 尤其你刚刚又讲了特别费的问题 特别费大家很知道 事在马总统已经是无罪三审定业 谁像他一样接受过法律的煎熬 没有耶 那你怎么可以说 他因为他而来解套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客观 而且违背事实的论点 所以应该要负责 今天本来有一件事会发生 就是今天金建会的主委 刘益如刘主委 他前两天有预告说他今天会出关 因为前几天在收集资料 在整理资料 本来今天说要 对对有人用下站帖 所以直接要对宇昌前董事长 蔡前董事长下站帖 但是今天没有出来说 因为资料要经过再三检查 大概因为有上一次 那个乌龙文件的事件 要再三检查 邓伟 结果说明天应该会出来 最快明天 用书面质疑很多他们所查出来的这个 你们会怎么看 就包括刘主委的角色或在这方面他所提出的一些提议 我觉得刘主委要出来讲什么 他要扮演什么角色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马总统跟吴彦法的问题 你让你的阁员要去当选战的攻击手 要去扮演这个马办的发言人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在选战的阉城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是被盖掉了 大家如果注意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新闻不太报道 什么事啊 就是胡市长 台中市的胡市长率 他的这个市府团队从台中市议会退席了 他为什么退席 因为民进党议员质询 说在这个石冈区的区长 对 那个 有没有帮那个国民党的一个立委进选的 对 帮江启臣 他就说石冈区的区长 那个影像里面石冈区的区长 一桌一桌去敬酒 然后跟他讲三个名词 一桌就敬酒 马英九将起成国民党 旁边是一个国民党的那个谢佩甄嘛 国民党的党工嘛 两个人一起敬酒 他是义务职的 义务职 国民党什么清工会的什么东西啊 没理薪水的义务职穿的这个马英九的背心嘛 上班时间啊 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啊 上班时间啊 用谁的钱 用经济部的钱啊 说要什么寻导水资源 就带去吃饭带去看这个歌厅秀 好 这个是你市政府石冈区的区长 那议员把这个影像放在你面前 很清楚这个区长嘴巴里讲这三个 马英九 江启臣 国民党 问红市长 红市长说我退席 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 这很严重啊 你是议员啊 这个部分我可以讲吗 这个部分江启臣已经按您申告 因为那是由吴乃仁自己亲自来召开记者会 而且他们也指控说江启臣人在现场 是他人也没在现场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然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宾 我们都没有在现场 不不不 你是讲这个不是事实 他讲了说江启臣 不不 你这样子讲就颠倒是非了 我没有颠倒是非 吴乃仁讲的是江启臣在这个要去出发 要去参观的时候他有去送车 江启臣承认的 江启臣说我是去送车了 我如果知道后面还有吃饭我也会去 从来没有说他去吃饭 有 你们的议员有人说 我跟你讲没有说他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个王区长 跟这个谢佩珍 王区长在台上讲话 那个影像非常清楚 告诉他说我们要投给自己人 以后选择自己人 我们要有金费 招销也要给他销出来 那为什么胡适要离开 为什么离开 对 我不晓得他说你这个不行 我要走了 我搞不清楚为什么 没有前一后果吗 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这个影像是伪造的 如果是伪造 那个王区长出来讲话 王区长承不承认有这件事情 他承认的 他说我在敬酒的时候 那个谢佩珍自己跑到旁边来 这样子我怎么知道他要讲什么 可是那个影像你很清楚 除了谢佩珍之外 王区长就讲这三个名词 马英九 江启臣 国民党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觉得涉及到 这个公务员介入选举 然后拿公家资源买票 不是吗 这个选举要出发的时候 在那边发江启臣的帽子 对不对 一路上戴着穿着马英九背心的 一路服饰去听歌 这个我刚刚要去餐厅 这个应该被告了 我要讲 我要讲告了 可是问题是这样 江启臣也告了 我要讲 两边都告 我要问 检察官在干什么 如果今天王区长没有讲这三个名词 在影像上看不到 我今天这个部分区我辞掉 如果有的话请你把议员辞掉好不好 我们可以去调吗 你要不要把议员辞掉 我今天跟你在那边 我们就赌上 你敢不敢 我要讲的是 我要讲的是今天胡市长的态度 我要讲的是今天胡市长的态度 你为什么议员拿这个去职举 你属下的石冈区的区长 是这国家的公务员 你可以辩驳 你可以说好我会查 你退席 好 我今天刚才回应一下 如果今天石冈区的区长 他有违反行政中立 我欢迎你们去检举 你是马办的发言人 你有没有去了解 我讲一些不客气的话 对不起 你们整个竞选的 作为一个一个是总统 一个是行政院院长 拿着中央的经费 然后由地方的首长 公务员 文官 在上班时间 然后跟大家拜托 总统 然后立委 然后连国民党一起拜托 不分区一起拜托 三张票都拜托 这还不够明确吗 那我刚才已经讲过 如果有违反行政中立 你们可以去检举吗 我觉得这可怜了 已经把证据都呈现出来 你说你去检察官 那你市政府不用查吗 我不晓得段委员刚讲的 是属适部 我真的没有看到 胡志强如果这样退席 太不像话了 一句话讲完 区长公开去为候选 讲出名字来 上班时间 国家的资源开的会议 或者是水资源的什么样的讨论会 是不可以的 这样不可以 行政中立法 我想漫人很清楚 这是不可以的 简单讲就是错 那你胡志强要不然就认错 要不然就说调查 你要处理都会移送 那他怎么可以退席 然后做躲避 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这个问题很单纯 我补充一下 刚才我一直问小代说 那到底胡志强要怕什么 胡志强不是在怕什么 胡志强如果我是台中县议会 大台中的议长的话 你要出去 从此不要进来 他为什么要出去 还剩二十几天 撑过就过了 对不对 我何必帮马英九承担这个责任干什么 对不对 我的区长又不是我指挥的 体制上是我的区长 他全部从辅选单位来指挥的 我何必去躺上浑水 你弄完我等你选完了 你最好是政党轮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次很重要 一定要再轮替 我们的官员都搞不清楚 自己是谁的官员 你是人民付钱给你薪水的 你的老板是人民 你的老板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拜托一下 赶快再轮替